上一回说到 黑白无常欲把马四海 投入地狱受刑 七叔带着小江赶到了 想让黑白无常 饶马四海一命 请无常手下留人 冯记你忘了 你是个灵官了吗 纵徒搅乱地府 放走十万恶鬼 于徒痛时至爱 一时糊涂 还请无常高抬贵手 你知道抓回那十万恶鬼 要多少年吗 我师徒余生不畏别事 是把逃走的恶鬼 尽数抓回地府 从未见过七叔 如此委屈求全 今日饶了他 以后还不得翻天了 可黑无常 却并不给七叔这个面子 拖着马四海 走向了地狱入口 那我就得罪了 七叔无奈只有硬抢 这也激怒了白无常 把手里的茶盏甩向七叔 七叔不敢大意 回身将茶盏挡下 想跟白无常说几句 可白无常人已经不见了 七叔感觉到头上有杀气 白无常凌空一脚 七叔忙运起翻天印抵挡 挡下了一招 白无常又踢出一脚 将七叔踢出了老远 虽接下两招 却震得手臂发麻 白无常又冲向七叔 七叔也不再留情 使出全力将翻天印砸了下去 却被白无常轻易化解 余力震得他又向后摔了出去 七叔就图心切 不由地变了脸色 他放出了鬼剑仇 想借鬼剑仇的力量抗衡白无常 七叔巨大的翻天印砸向白无常 白无常将扶在身前 形成了一个屏障 轻易地就挡住了七叔的翻天印 舞动双手 将扶纸结成一个球 砸向七叔 七叔双手往前一推 又一个翻天印迎了上去 两者相交掀起气浪 白无常没有伤到一分一毫 把两手在身前捂成了一个圆 扶纸又结成了许多的小球 往前一推 飞向七叔 七叔知道厉害 盲运力结成法阵 却被轻易击破了 只能出招应解 将扶纸全部结了下来 人已经是遍体鳞伤 白无常又将手举了起来 那再来试试这个吧 往前一挥 数不清的扶纸飞向七叔 七叔除了运起法阵抵挡 没有别的办法 扶纸被挡了下来 但是很快就突破了法盾 缠向七叔 把七叔缠了个结实 师父 小江想上前帮七叔把符纸撕掉 可根本撕不掉 黑无常甩出锁链 缠住小江的脖子 让他动弹不得 七叔无法呼吸 趴到了地上 冯七 你徒弟坏了规矩 理应受罚 你想跟地府作对吗 那女孩并不是命不该绝 这就是命 要认的 白无常也并没有真的 想要七叔的性命 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收回了福祉 七叔大口地喘着气 好半天才站了起来 多谢手下留情 谁让你站起来的 黑无常却又发难 一斗锁链 打在七叔的肩上 七叔担心跪到了地上 师父 我没事 师兄 而如此大的动静 马四海却一直不做反应 他已经心死了 你身为灵官为了护短 与无常为敌 是想跟他一块论罪吗 他一时糊涂 还请高抬贵手 规矩就是规矩 他将永世不得超生 七叔又在向黑无常求情 无常兄弟二人 都不肯饶过马四海 看着马四海被拖向地狱入口 七叔只能做最后一搏 他咬破手指 在地上写了血书 鬼喜给我 又拿出鬼喜盖在了上面 血书升起红烟 烟雾之中出现了一个身形异常高大的人影 黑无常一剑 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跟白无常一起 规规矩矩地站到了一旁 七叔跪倒在地 毕恭毕敬 实在没办法 才请您出来 灵官逢七 你猎途闯的货 由你来承担吗 身形高大的人 正是阎罗王 我愿留在阴曹 实事为义 换他一个转世的机会 为了能救下马四海 和阎罗王做了交易 换取了马四海转世为人 让他转上一世 去其仙谷 受九世吃苦 多谢阎网 网开一面 如此的结果 对马四海所犯之错 已经算是大赦了 师父 实事为义是什么意思呀 而七叔要留在地府 十个轮回 为阎网爷办事 冯夕 你还真活得出去呀 他将入轮回 有什么想说的吗 黑乌长解开了 四海身上的锁链 将他推到了七叔面前 四海 师兄 仪式的师徒 怕是见着最后一面了